这个视频,我来给你讲讲等比数列与二次方乘 先来看一道题 以知各项为正数的等比数列AN A3乘A5等于64 A2加A6等于34 求公比Q 这题给了两个式子 里边有四项 A3和A5 A2和A6 3加5刚好等于2加6 那有角标和相等的性质 A3乘A5就等于A2乘A6 所以A2乘A6就等于64 那现在 你有了这样两个关于A2和A6的方程 解这个方程组 过程不啰嗦 答案一共有两组 是A2等于2 A6等于32 或者A2等于32 A6等于2 有了A2和A6 咱就可以算Q了 A2和A6差四个公比 也就是Q的四次方等于A6除以A2 把两组答案分别带入进去 就是Q的四次方等于16分之1或16 那开四次方以后 Q就等于正负2分之1或正负2 最后 别忘了再看下题 各项为正 那Q显然就只能取正数 只能得1分之1或2了 OK搞定 以后再遇到这类条件 有好几项的问题 你就可以根据 脚标和相等 乘机就相等的性质 最终转化为 两项的二次方程组求解 刚才条件都是 两项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把题目改成三项 你再看看 递增的等比数列An A1加A2加A3等于13 A1乘A2乘A3等于27 求An 还是先分析下乘法的这个条件 A1乘A2乘A3等于27 根据等比中向的性质 显然A1乘A3就等于A2的平方 把它带进去 原来的式子就是A2的立方 等于27 所以A2就等于3 有了A2 原来三项的式子里 就可以消去A2变两项 先看第一个 把3带进去 A1加A3就等于13减3 得10 再看第二个 把3带进去 A1乘A3就等于27除以3 得9 现在你就又得到了 两个关于A1和A3的方程 解这个方程组 还是俩答案 A1等于1 A3等于9 或A1等于9 A3等于1 但这回注意 题目说是递增的数列 那A1就应该小于A3 后一种情况就不对 因此只能是A1等于1 A3等于9 而A2等于3 那公比Q就等于3 AN就等于A1乘Q的n-1次方 也就是3的n-1次方了 搞定 看来 以后如果题目给你的 是三项之间的关系 你就利用等比中项的性质 先求出中项 再把条件转化成两项的方程组 求解就成 好 讲了这么多 总结一下 求解等比数列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想办法把题目条件 转化为只关于两项的 二次方程组 转化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 你可以根据 角标和相等 把多项变成两项 第二 你也可以根据 等比中项性质 求出中项 再变成两项 内容都讲完了 应用起来很简单 赶紧秒杀题目去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